晚上好,新加坡艺人风味中的遗体今天已经运回失城 另外今天是金马轮补选拉票的最后冲刺 首相敦马也赶来助选更说了一句至死方休 究竟所为何事? 记得收看1月25号的百个大事迹 晚上好,我是醒龙 首先来汇报每一周的国内油价 RON95和RON97汽油每公升的价格维持在1令吉90% 以及2令吉20% 每公升的柴油价格则上涨了1千至2令吉10% 新的油价将会从明天凌晨12点01分开始生效 直到2月1号 接下来关注伊马发展公司丑闻调查工作的进展 全国总警长辅资今天发出了通缉令 要求民众协助鉴定四名人士的行踪 以注查伊马案 这四人分别是富商刘特佐的父亲刘福平 母亲吴玉佑 生意伙伴陈金龙 以及新加坡府市设计师沙南纳埃英达斯 54岁的沙南市前首相夫人罗斯玛 最喜欢的其中一名设计师 曾经被沙拉月报告报导至 有份参与罗斯玛的各项名归服饰和珠宝采购 穷有总警长福姿促行掌握资讯的公众 联络反昔黑钱罪案调查组警员 或到任何附近的警局 以协助调查 另一方面 明天就是金马轮高原补选的投票日 西蒙和国阵马不停蹄的在金马轮和立碑地区败票 而西蒙的镇山之宝敦马也专程来到了双西哥央助选 但其实除了安华竞选的波德申补选之外 前三场的补选敦马都没有亲自前往 房间因此就有传言指西蒙的金马轮选情告急 因此首相这一次亲自出马 对此土著团结党的总裁穆如丁则否认 这是西蒙选情告急的拉票招数 这首相来到双西哥央 主要是趁着西蒙在509执政之后 和社区人民会面交流 会上首相也表示 纳吉偷窃人民的金钱 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而现在的纳吉频频做出各种宣传和动作 主要是为了博取同情 他也提及 自己现在已经是93岁 最想拿到的徽章是KSN 也就是做到死 Kaja Sambay Mahdi 要在有生之年整顿好国内的政治外风 而这一次补选西蒙对于肯殖民的选票 似乎是志在彼得 今天中午在双西哥央主办的 人民与敦马同在集会上 就有多达2500人出席 当中又与当地的肯殖民居多 换个焦点 那个在昨天会议一决终止 东海岸铁路计划ECRL 中国驻马大使馆政治处的副主任唐唐 今天接受新周日报访问时透露 中方会去了解东铁计划是否已经被终止 据他了解 大马政府会在这几天之内发布消息 他补充 目前大使馆不便对此课题做出评论 因为市面上传出很多消息 令人感到混淆 中方需要查证 而针对合约终止一事 财政部长林观音也不愿置评 并表示政府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布 最后有娱乐新闻 新加坡男艺人冯伟中在纽西兰 因为军训重伤过世 他的遗体今天中午由新加坡军机运回失城 而据新加坡媒体报道 冯伟中将会在后天下午举病 而经纪公司的负责人徐振荣表示 冯伟中的林堂设有追思会 让亲友和粉丝调研 送他最后一程 另外冯伟中的艺人女友胡佳琪 也在IG连发大约86篇文 回顾两人交往多年的点点滴滴 亲友们看了也非常担心胡佳琪的心理状况 今天大事记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